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支持 唯一的华裔候选人 这次也可以讲是唯一的亚裔跟华裔候选人在这一区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参加补选呢 前几个礼拜我发现到在过往这七年的选举 其实我叫杨老三 就是每次大选的时候呢 两大政党之后呢有我 然后地方选举的时候因为一人两票 所以更难度高 因为本地人可能会QV1QV2又是Paul Young 那这次为什么会出来呢 是我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可能因为我行销背景的背景 我在想我这次出来到底我的胜算多少 还有我的目标是什么 还有我能为华社为本地人做什么 后来我发现到这次反而是我一定要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来新西兰29年了 老移民了 也可以算老移民吧 但我姓杨所以都永远是新移民 那因为我来到29年呢 反而是我第一次看到华人可以借由这次的选票 直接每一张票可以把声音表达出来 给本地的主流社会甚至于政党 所以我决定出来参加这次的选举 所以您觉得您胜算大是因为这个东区的华人多吗 应该这样讲这次有很多刚刚好 我相信我讲出来呢 所有的观众您也会清楚就是说 为什么刚刚好原因 因为第一次 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一次呢 在东区本来有两个市议员 第一名的在两年前选举的时候 Sheron Stuhl 她已经在市议会不用出来选举了 然后第二名的Diquette 就是我们知道的前市议员 很不幸在五月底因为癌症去世 也因为她去世所以才有这个补选 那也刚刚好在过去这七年 包括上一次地方选举 其实在Diquette后面的第三名 刚刚好是区区在下我 一个养老山在这边 所以因为刚刚好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在东区就像刚刚您所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因为东区又是我们华人跟亚裔最大的选区选民住的地方 也是我们俗称的叫票仓的地方 大概有多少人有数据吗 如果华人来讲的话 有大概接近4万人到5万人 真的是非常多 但是到目前为止登记投票的人大概不超过3万人 那还有亚洲人 那另外还有刚刚好是因为就像您刚刚讲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华人很多朋友 还没有平常投选举的时候 并没有把票投出去 所以这边还有就是应该在选举记录上来讲 东区又正好是所有没有投票率最高的一个地方 然后另外这次因为在7月18号 所有的候选人都出来 刚刚好又有5位本地的European 我们讲的欧裔也要竞争这个位置 那又刚刚好这次在东区 只有一位亚裔跟华裔的我出来代表出来竞选 所以在这么多刚刚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华 我刚刚讲的不仅是我本人 甚至我们整个华裔或者华人社会 以及这边的亚裔 就是每一张投票出来 是所有的政党 所有的主流社会可以看得到 而我们的选票得票率是17000张 27000张甚至37000张甚至47000张 举例这样讲 确实我们有那么多的选票在那边 只是没有投出来 大家可以想想看这多出来的1万 2万3万4万 对本地主流社会跟政党是怎么看 哇 怎么一个小小的补选 怎么华人都出来投票了 甚至亚洲人都出来投票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过去你在新西兰住 我们曾经碰过自己的票有自己的声音吗 而且我刚刚讲还有一个刚刚好 因为这次出来是独立参选的 我不需要有任何政党的包袱 政党的压力 甚至选上之后 只有老百姓的名义 而不必要听哪个政党要靠右靠左 所以有这么多的刚好 我们这次要把握机会 而且我在此要呼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8月22号以前 还没有登记选民的人 赶快到邮局去登记 那8月22号 我相信我们东区的华人 包括亚洲人甚至本地人 你会收到选票 填好之后 在9月10号以前 管快寄出去 或者在东区的4个图书馆 缴交你的投票的选票 刚才您说 如果是说您今年的这个投票 有17000票 或者27000票 出现一个候选人得票率这么高的情况 可能性大吗 或者说您有什么信心 可以凭一己之力 可以呼吁整个东区的华人 都出来投票 应该这样讲 东区的华人已经有至少2万到 将接近3万票 就是已登记的 登记的注册的有3万票 那你三分之一华人 你就有一万票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三分之二华人的话 你有2万票 再加上因为我在东区 其实我一直住在东区 29年 就是我也不介意告诉大家 我今年几岁 我当初来的时候是25岁 但我在新西兰住了29年 都住在东区的How Week 所以我知道 其实那边的票其实很多的 就其实应该这样讲 也藉由这次的选举 让呼吁我们所有的华人朋友们 每次选举 我们都要把票投出来这个声音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隔壁澳洲 为什么在他的下议院 有那么多的华人的国会议员 为什么在市议会 有那么多华裔的这个市议员 为什么现在在选这个市长的地方选举的时候 在Melbourne 坐而望一的也是我们华籍的候选人 为什么我记得以前雪梨的副市长前几年 是叫姓唐的副市长做了好几年 为什么这么多澳洲有那么多的在政坛里面是华人 因为第一他们的投票率高 原因是很简单 这个华裔群体投票率高 全部人投票率高 为什么呢 因为澳洲是法律规定跟纽纤一样 就是你不登记不投票 澳洲是一个人现在罚400块澳币 我家有六个人 为了2400 我们家一定会出去投票 也就是因为大家都出去投票了 华裔的当然投票人那么多 也就变成每个政党就会考量 哇这么多选票 我们是不是要把华裔的候选人放在前面 放在重要的位置 放在部长 甚至不仅一个 可能有两个有三个 大家回头看我们现在 国会里面 我记得现在有四位印度裔的国会议员 都有选区 我们只有两位的华裔的国会议员 而没有选区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政坛上 每个政 都是每个政党的 其实都知道 我们华人的投票率太低了 如果这一次的地方选举 东区的华人朋友们 亚洲朋友们 麻烦你把你手中的那一票 填起来寄出去 或在9月10号以前寄出去 或在9月13号以前 放到每一个图书馆 包括 Highland Park图书馆 Botany Pakaranga Halwick图书馆 你只要绞交进去 我相信 我们最后出来的选票的数字 可以改变我们所有华人华社 在新西兰主流社会 以及各个政党 另外的一个认知跟尊重 没错 您说的很对 就是整个族裔群体 如果投票率不高的话 是很有可能影响所有的 这个华裔候选人 在他们政党 甚至在国会的一些地位 但是呼吁大家投票 那大家不一定会投给您 您的这个主要的优势是什么 或者说您怎么来争取华人社区 对您的支持呢 我想应该这样讲 我们就讲了一个 语言是一个沟通的桥梁 今天大家看我们的节目 原因在哪边 第一我们不需要翻译 我们直接用普通话 可以直接讲 如果我们要用 广东话 就用粤语讲 我也可以 用英文讲 当然也没问题 也就是说语言 我想语言是一个非常的优势 第二个我来了29年 当然跟所谓的老移民 第二代第三代 我不一定能跟他们相比 但至少这29年来 我看到很多的东西 我可以理解 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现在奥克兰四分之一是亚洲人 就是四分之一的奥克兰是亚洲人 包括我们华人 但在试议会里面 一个亚洲的试议员都没有 我举例讲 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 我想一个很简单的 最近知道7月1号我们的油价 燃油费增加11cent 其实是显现出两个问题 第一你这11cent的钱 到底会花在哪边 你要收10年 要收150亿 你钱到底花在哪边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 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试议员 我们有这个桥梁 我们一定可以知道更多的资讯 跟讯息 第二我刚刚讲 燃油费增加11cent 很多人打到电台 电视台 complain讲 但能做什么 其实重点是他在决定11cent之前 我们的声音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代表在试议会 表达我们的声音 对不起 没有 老实讲如果今天 那如果是说您当选了 您觉得您可以改变这些重大的决策吗 举例说燃油费 假设我们的亚裔 那么多人解释 专家我们认为11cent 交代不清楚 好在他不是讲11块 如果他说要增加到11块 我们也只能加油 要不然就不开车 我们就讲11cent 举例说我们五cent是合理的 我觉得我可以代表 所有的东区的选民 华人甚至四分之一奥克兰的亚裔 我可以坐下来跟Phil Goff 市长讲 我说这个一定要交代清楚 这个要修改 为什么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很矛盾 您知道吗 就是说对于一些重大的政策 他不是以足异来区分这个意见 我没有讲足异区 很有可能就是说 华人他有一部分 他其实也是支持这个燃油税 那当然 所以说如果您代表 整个东区的华人声音 去跟这个政府洽谈 这个燃油税的这些 我觉得这种表述可能 不是那么准确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说 您可以就是在华裔社区 对 争取您的选票 也可以就是说 把华裔社区一些其他的问题 给带到奥克兰市议会 我只能讲我会把声音带去是majority的 譬如说华人一定都是有 有人会投我 也有人不会投我 有人喜欢我 也有人可能不喜欢我 我并不是说我代表华人 而是说我把华人主要的majority的声音 一定要带到市议会里面去 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同时也把市议会的事情 要告诉我们广大的老百姓以及华人 这次是一个机会有人站出来 希望不是我一个人 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华人子弟 亚洲人子弟 或者本地人能够关注我们所有的人 当然包括我自己是华人 当然我们的华裔 不管怎么说 如果奥克兰市议会里面出现 一位华裔的议员的话 我觉得对华人社区还是好处多一点的 而且这个是自己的选票选出来的 原来我们华人每两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出来投票 在过去的三次大选 我们已经可以决定哪个政党执政了 因为以前很多人没有去讨论这个 我觉得这次一个机会是 让我有这个平台告诉大家 原来我们手中的这一票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此一定呼吁大家 如果你是住在东区的 先查一查你是不是合格的选民 如果不是管快去登记 到Post Office去登记 或上网 或打电话到0800 367 656 我现在都会记得选委会 因为你要成为选民的资格之后 你才能投票 大选的时候你要出去投票 地方选举像这次补选市议员 他会把票寄到家里面来 所以我呼吁东区的就是 现在当然8月20号 22号拿到选票 管快把它寄出去 但在之前如果还没有登记的 你查查看你周边的朋友 帮他们去登记成选民 到时候大家把票投出来 我相信9月13号 最后一天中午截止选举的时候 这个票数对我们华人 对整个新西兰人 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非常好 说得非常好 我觉得鹏样先生 这点主张是特别的好 不管你的这个政治上的见解是什么 大家先动起来 先成为这个注册的选民 我相信这对这个华裔社区 也是有巨大的好处的 当然鹏样先生呢 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在新西兰的政坛上 有更多的华裔候选人出现 把我们华裔群体的这个声音呢 送到市议会送到国会去 好感谢鹏样先生的到来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